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霍去兵的绅士 以及他在战场上所立的丰功伟绩 墨北战役使得霍去兵的声望达到了他人生的顶点 遗憾的是这也是他参加过的最后一场战役 墨北战役以后回到了朝常的霍去兵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大战过后战场上的硝烟散尽 等回到长安以后霍去兵面临的却是政坛上的风起于勇 这一年呢是元首四年 离霍去兵去世的元首六年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这些事情到底有和霍去兵的死有什么关系呢 得胜还朝以后霍去兵就被封为了大司马 与魏清并列 因为大将军在朝中只能有一个 所以大将军还是魏清的 霍去兵成了票计大将军 俸禄与大将军一样 漠北战役汉武帝重赏了霍去兵和霍去兵手下的将军 而对魏清以及魏清的手下则魏家丝毫的封赏 这样呢就导致以前很多魏清的部下投到了霍去兵的门下 汉武帝希望通过霍去兵来牵制魏清的计划 已经部分的实现了 这时候的霍去兵在魏家眼里看来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能争贯战的可爱的外甥 而是他们在政坛上的竞争对手 所以双方日渐就产生了一些隔阂 而这些隔阂对于霍去兵来说是他不希望看见的 霍去兵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人 他恐怕也从来没有想过培植自己的羽翼来与他的舅舅奔停抗礼 所以当看到他与舅舅家的关系已经变得像现在这样让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他肯定是想做点什么 这也就是后来发生了李杆事件的原因 李杆呢是非将军李广的儿子 也是唯一在世的儿子 在漠北战役中李广是在魏清的麾下效命 李广这人呢虽然说他的个人作战能力非常的高 匈奴人也比较怕他 但是第一李广并不具备一个大将的才能 他取胜的多是一些小的战役 而到了大集团作战的时候 他的弱点就暴露无遗 他曾经在一次集团会战中 因为指挥失误导致所属部队全部被歼灭 自己侥幸逃回了长安 按当时的汉朝的法律 他一定会被问斩的 但后来他花了钱赎了自己的这条命 在他被罢官免职期间 曾经有一个都尉得罪了他 后来等到他官复原职以后 他把这个都尉招致麾下 想办法把这个人杀了 他也曾经被派遣去平息苗族少数民族的叛乱 他先是开出布告招强苗族的反叛者 后来等这些人真的归顺了以后 他又悄悄的把这些人都杀了 所以说非将军李广身上还是有一些污点的 并不是像后世说的那样完美无缺 当然了老将军杀敌暴国之治也是不如抹杀的 后世之所以对非将军李广这样的推崇 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史公有关的 太史公司马迁似乎是非常的偏爱李广将军 他为李广将军单独列传 而在当时来说 不管是官职影响功劳 各方面都大大优于非将军李广的未清获去病 则是两个人分享一个列传 和偏爱非将军李广相比 太史公对于魏霍尔人似乎是不太感冒 他说魏清媚上 说霍去病有些骄横 不太顾惜士兵的死活 自己吃肉吃得饱饱的 而士兵则面有积色 而且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太史公居然把魏清和霍去病写入了宁性列传 宁性列传那些人物呢 都是像邓通李延年这样的弄臣 都是那些通过宪魏皇上得到宠幸的奸臣 但在这部宁性列传的最后 太史公居然提到了魏清与霍去病 不过呢 倒没有说这二人和上面的那些人是一类的 只是说魏清和霍去病虽然也是外妻 但是呢 二人都是颇有才干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了权力 这话说的不能说不客观 但是把魏霍放在宁性列传里 总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我猜想太史公之所以不太喜欢魏霍二人 可能是源于他们两人身上的外妻身份 还有司马迁本人并不支持汉兄之间的战争 再加上太史公对汉武帝的态度 魏霍二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被躺枪了 而司马迁比较喜欢李广 可能是因为李广也是出身于龙溪李氏 是一个名门大族 而司马迁的祖先从周朝起就担任使官 也是名门王族 两人的出身相同 所以可能司马迁更加能够理会李广的感受 对他也是兴兴兮兴兴 龙溪李氏到了北周时期出现了一个驻国大将军叫李虎 他的后代创建了一个伟大的王朝 就是唐朝 史记毕竟是一部斯家著的史书 所以其中有一些个人偏好的情感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 可贵的是太史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好恶而擅自修改历史 魏清霍虚并在汉兄战争中的功绩 太史公是一样不落的全都记录了下来 同时非将军李广的那些糗事 也一样没有躲过太史公的那支笔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吴允之离骚 在治学严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可置疑的 司马迁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而创造一段历史 他依然是忠实的记录下了历史中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立场而决定自己该写什么 不该写什么 从这一点上来说 太史公依旧是史家之盛 李广非常想当主公方面的将军 这点呢 他也多次向汉武帝要求 汉武帝拗不过他 也表面上同意了 但背地里告诉魏清千万不要让李广担任主公 这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汉武帝不相信李广的才能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可能是汉武帝呢 也比较迷信 他觉得李广这个人实在是太背了 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居然没有能被封侯 汉武帝不希望李广的坏运气影响他整个战役 所以他告诉魏清要给李广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 魏清当然是会遵循汉武帝的旨意 所以他就让李广负责距离主战场最远的右一部分 而战役打响以后李广的运气确实真的很差 这次他居然迷路了 等战役结束的时候 他才感到了应该到的地方 魏清很生气 派人去质问李广你是怎么迷路的 在羞愧和愤懑之下 李广一时想不开 竟然是挥剑自杀了 而他的唯一的儿子李感 在漠北战役中却立了功 被封为了关内侯 当他得知父亲的死讯的时候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魏清的刁难造成的 所以有一次他在营中居然打伤了魏清 魏清被打以后表现的还是很宽容的 他并没有去追究李感 也没有将此事上报 这件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但没想到一年以后 有一次霍区病与汉武帝一起狩猎 不知道是谁在狩猎活动开始之前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霍区病 霍区病知道李感居然敢打伤他的舅舅 大怒之下 在狩猎活动开始的时候 他就一箭射死了关内侯李感 这是当着汉武帝的面 公然行凶 当时看到霍区病射死李感的 肯定不止汉武帝一个人 为了保护霍区病 汉武帝当时就下了进口令 让所有人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而只对外诈称说李感是被鹿顶死的 这是一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 霍区病很少参与朝政 但这一次却突然出头 他带头奏请汉武帝给除了太子刘具以外的另外三个皇子 封王 这三个皇子呢 分别是刘洪、刘伯和刘淡 那么为什么从来不怎么参与朝政的霍区病 会提出这样的奏请呢 到他的封国去 而那个时候太子刘具与汉武帝之间 已经有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三个皇子如果依然留在长安的话 那对太子刘具绝对是一个威胁 所以霍区病之所以这样做很明显是在向魏氏家族示好 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双方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的隔阂 而霍区病非常希望能够弥补这些缺憾 所以不管是射杀李感还是奏请封三子为王 霍区病的初衷都是为了向魏氏家族示好 但是这种示好似乎并没有收到一个良好的回应 所以在奏请封三子为王这件事情上 霍区病是发起者 但是并不是最终的结束者 他发起以后就不再跟进 似乎也能看出他后来变得不是那么积极了 这或许与魏家的反应有关系 然后又过了没多久 霍区病就去世了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霍区病到底是怎么死的 如果说他不是病死的话 那一定存在一个杀人的凶手 而这个凶手有可能是谁 有人说是汉武帝 因为霍区病杀了李感 在皇帝面前公然行凶 而且杀死的是一个关内侯 这样的罪行绝对无法得到宽恕 所以汉武帝就秘密的处死了霍区病 这一点应该是不成立的 霍区病去世的时候已经距离他射杀李感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 如果汉武帝真的要治罪于霍区病的话 那么在他杀了李感以后就应该杀了他 这样做更能体现汉武帝的公正言明 他自己的外甥杀了人依然要偿命 汉武帝不可能在事发了一年以后又秘密处死霍区病 况且霍区病在汉武帝心目中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 汉武帝那时候正在策划对雄奴的再一次作战 他所仰仗的将军正是霍区病 所以大战再尽 他绝对不可能杀死自己的爱将 那么会不会是卫士外戚集团 毕竟这时候霍区病在政坛上的影响力 已经与魏清并驾齐驱 而且隐隐有后来居上之势 而霍区病的死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卫士集团 而且李感打伤魏清这件事情 早不告诉霍区病 晚不告诉霍区病 偏偏等到了上林院狩猎的时候才告诉霍区病 告诉霍区病这件事情的人 是不是卫士集团的人 他们的目的是不是 就是想通过霍区病的手杀死李感 相信背后的策划者一定是非常了解霍区病的脾气 知道霍区病一定会对李感做出报复的行为 除此以外 几个月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 更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阴谋 几个月以后 李感的唐叔当朝丞相李菜在家中自杀 据说是有人告发李菜侵吞了皇家陵墓的土地 好好的一个丞相天下这么多的土地不去侵吞 却要去侵吞皇家陵墓的土地 李菜是不是发疯了 而且在被派去抓李菜的人到达李菜府地之前 李菜就已经自杀了 从那以后 李家在朝中的势力基本上就被清除干净了 而这样的结果对谁更有利呢 肯定不会是霍区病 如果背后策划这一切的真的是卫士外戚集团的话 那此举真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既根除了李家在朝中的势力 同时又陷霍区病于不易 甚至有可能受到汉武帝的责罚 那么是不是魏家的人杀死了霍区病呢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魏家与霍家的关系虽然已经变得有些疏淡 但是并没有到决裂的地步 不管是魏子夫还是魏清 他们都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或许他们曾经想过削弱霍区病的势力 但也仅此而已 并不至于到杀了他的地步 有人说不是魏子夫和魏清 那是不是平阳公主干的 那个时候平阳公主还没有嫁给魏清 那么既然不是汉武帝干的 也不是魏氏外戚集团干的 那凶手还能是谁呢 难道是匈奴人吗 匈奴人一定是没有这个本事 如果他们真有这个本事的话 那死的肯定不止霍区病一个人 魏清应该也活不了 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以后 那剩下的可能就真的是霍区病真实的死因了 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霍区病真的是病死的 这应该是当时官方的结论 虽然说司马迁并没有说是病死的 那也有可能是司马迁本人不认同病死的这个说法 但或许这也是事实 但霍区病毕竟才只有23岁 这样的年龄怎么那么容易会病死呢 虽然说这确实很难 但不能说这没有可能 毕竟英年早逝的人也不少 而且大家从霍区病的名字上来看 区病很明显是一个住院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霍区病小时候可能得过什么大病 所以他才得到了这样的名字 是希望病早点跟出 那么这个病会不会影响到成年以后的霍区病呢 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 而且霍区病的儿子霍坦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 那么霍家是不是有什么遗传的疾病 因为有这种疾病的存在 所以还不能排除病死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霍区病自己杀死了自己 他是自杀的 这个听起来就更加的离奇 但是如果考虑到霍区病的性格的话 这或许也并不是全无可能 霍区病在发现自己与卫家的关系变得疏远以后 他想尽办法去弥补 为此他一怒之下射杀了离杆 为此他带头奏请为三位皇子封王 他这些的举动都是为了讨好卫士 但他这样做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 而且还因为他亲手杀死了一名关内侯 而受到了朝中上下人的鄙视 本来他外戚的身份就比较敏感 他立的功劳又足够大 朝中的人对他一直是敢怒不敢言 但有了离杆的事情 他一定会承受到来自朝中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他所付出的一切却并没有得到卫士的认可 这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 也许一向性格决绝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除此以外 我们从以后霍光对卫士一家的态度来看 也可以看出霍光对卫士集团极度的不满 在公古之祸发生时 霍光就在汉武帝的身边 但他没有为卫家说一句话 而在霍去并去世以后 霍光在光禄大夫的这个位置上 一坐就是十几年 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卫家的关照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霍去病的死 使得霍家与卫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疏远 所以总结一下 霍去病最终的死因 我们现在无法排除的就是两个 一个是病死的 另外一个是自杀的 那么还会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呢 有的 但可能更加的令人难以置信 有这样一种人 他的起点是很多人一生也无法企及的终点 还有这样一种人 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永远的注立在一个民族的封碑之上 还有这样一种人 是上述三者合一 这个人就是霍去病 所以像霍去病这样的人 一定是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出最耀眼的光芒 但他的光芒不会持续太久 老天派他来就是让他去完成一项使命的 等他完成了以后 老天就会让他回去 因为他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待的太久 他如果待的太久的话 这个世界的天道就将失衡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霍去病并没有死 他不过是像以往很多次一样 爱一次得胜还潮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